看一下101页 176項 不是 48項 這個祭壽 前面講到我們說這個是 幾乎綜合了 前面觀察五韻的 從無常苦空無我 然後到如庸如刺 如病如庸如刺如傷 然後再觀察五韻的 過去現在未來 另外好走出戲遠近 然後再結合 這個四十八經講的 瘦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視如幻化 幾乎綜合了所有 對無韻觀察的修法 好 那這個從頌祭 從頌祭 是在於 這個 編輯的時候 基本上為了幫助記憶 然後用寄頌的方式 讓他可以把這個佛陀說的法 那麼他的文藝 那麼可以完整的流傳下來 比較好背誦 那這是一種 還有就是能夠更明白他的道理 那麼其實就是他的文藝能夠一直 能夠留下來 有這個從頌祭 好 那我們看這個從頌祭說的 觀色如巨墨 瘦如水上泡 響如春食宴 諸行如芭蕉 諸事法如幻 日總信尊說 好 這是一個祭頌 那麼這一個祭頌有六個 如果我們從 從中文來看 那如果是 原來的印度文 不曉得是不是也是六個 那基本上它是翻成這六個 六句 觀色如巨墨 就我們前面說的 就像下雨之後 那麼那些泡沫聚集在一起 那麼它一定的時間 那麼才會散掉 但是這些巨墨 這些泡沫聚在一起 就好像身體 是由各種元素 各種因緣聚在一起一樣 那麼一定的時間 它就會消掉 那瘦如水盼泡 響如春食宴 諸行如芭蕉 這個是所謂的瘦響行 那水上泡就是下雨的時候 水滴打上來 它就有一個變化 那我們身心 就是我們接觸到一個境界 我們的心裡面就有一種瘦 那我們講過 這個瘦有很多種 最主要的我們說的是 就是深瘦心瘦 然後苦瘦勒瘦 不苦不勒瘦 就主要的是這個 但是有一瘦二瘦三瘦四瘦五瘦六瘦 來自於所謂的這個無量瘦 無量的這個瘦 瘦如水上泡響如春食宴 這裡是翻春食宴 你看旁邊的就翻楊宴 這個玄奘大師的 他就翻所謂的楊宴 有時候翻可鹿 有時候翻野馬 就前面翻野馬 諸行如芭蕉 揚焉就是海之聖龍 一切的意志決定 就是這個行 受想行的這個行 那我們說是 處聚受想思 受想行 行思心手是行裡面 最主要的心手 所以他這裡叫行 如果依無運來講 其實就是 色受想行 這個是 是以思心手為主的 緣起裡面 是明色六瘦處受 底下就有受想行 諸誓法如患 諸誓法就是指六誓 掩誓耳誓 就是遠界所生誓 比耳界所生誓 所了別的一切法 其實都是 好像幻思變化出來的一樣 日種性遵守 好 那麼這裡有一個新名詞 叫做日種性 那不管是日種還是日種性 都是釋迦摩擬的別號 就是釋迦族自己稱為日種性 就是釋迦族自己他自稱人 就是釋迦族人他自稱日種性 或是日種 日種跟日種性是一樣的 就是它是一個種性 它是這種太陽的種性 那麼這個是認為 因為這個一般研究起來 可能就是跟太陽崇拜有關係 那早期的人 那麼基本上 他們認為太陽的後裔 有一種類似像這樣 日種性就是 我是太陽的後裔 太陽是齒 那釋迦族自己這樣稱 那久了之後 一般人稱釋迦族就是日種性 那後來就基本上是釋迦摩擬 世尊的別號 就是說 一般佛有十種號 沒有這種 他這種說是別號 就是釋迦族的別號 那後來就變成釋迦的別號 日種性 尊說 那其實就是 這是釋迦族說的 釋迦族的這個釋迦說的 其實就是釋迦摩擬說 很簡單講 就是這樣 那麼周渣地思維 正念善觀察 無時不堅固 無有我我所 這是一個祭 前面六句是一個祭 那這裡四句是一個祭 周渣地思維 就是反覆思維 我們說瘦瘦思維 瘦瘦的如理專精思維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地就是仔細的 那麼反覆仔細的觀察思維 正念善觀察 那麼就是如實的這樣去觀察 那麼善就是善瞧 其實就是這裡講的就是如實善瞧的 那麼去觀察 觀察這個五韻 觀察什麼呢 觀察上面這樣 觀色 觀瘦 觀想 前面有一個觀 第一個字有一個觀 觀色如巨墨 那底下應該是 觀瘦如水泡 觀想如揚焉 觀行如芭蕉 觀視法如患 應該是這樣 那因為觀的後 因為觀的後 後面就是受想行 因為這個是翻譯的人 他就這樣翻 那有些人不知道就誤會 就觀以為是觀色 其實不是 就是觀色受想行事 所以仔細講我們就觀色如巨墨 觀瘦如水泡 觀想如春實驗 觀行如芭蕉 觀視如幻華 那麼一般是視如幻華 那這裡就是視法如幻 好 那觀察來之後 就發現到無實不堅固 就對照前面的經文 就是以筆幻或是以筆法 無堅實固 就前面都是 這個無所有無勞無實無有堅固 那簡單講就是無有堅實固 無有堅固 無實不堅固 那從這個無實不堅固裡面 不管是色受想行事 不管是泡沫水泡 洋葉芭蕉還是 泛華 那麼多事不實在不堅固 那麼不實在不堅固 是要通到哪裡去呢 就是通到無我無我所 重點是無我 無我就一定是無我所 那為什麼一定要講到無我無我所呢 因為我我所就是關鍵 我我酒就是生死的關鍵 就是生死的癥結 就是造業的根本 那麼通常都是有我見我所見 那我見我所見一定會有我愛我所愛 所以我見我愛是根本 所以我見是無明 那有我愛 有我見一定有我愛 這個就是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那我見我愛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感召生死 生死 我見我愛不斷 生死就不斷 那這個從四十九經就在講這個 為什麼一定要講無常我 因為它有旁邊四十九經 下一經四十九經在講這個 那因為如果你沒有斷 我見我愛 那麼你的生死就不斷 輪迴就不斷 你之所以有生死輪迴 那麼就是因為有我見我愛 所以追到最根本 你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個 怎麼解決 當然就是要如實的觀察 一切都有你不如實之不如實見 不如實觀來 所以觀察 就是你觀察這一切法的不真實 那這一切法的重點是五運身心 那麼所以叫諸法無我 你這樣去觀察你才有辦法斷生死 斷生死的根本 所以一切苦都是由於業來 有業就一定會輪迴 那業是由 為什麼會招業 是由煩惱來 那為什麼會起煩惱 有無名跟貪愛來 那我們就盡力不要講 那為什麼會有無名貪愛 這無名就是無死無名沒有為什麼 但是如果你要從大聖的角度來看 它就會告訴你 比如說為事裡面 它就種子裡面一開始就有 那如果如來這樣 它也是跟你講 也是一開始有 但是它不是本有的 它是外父的 像灰塵附在上面的 如果為事跟你講 它就是本有的 它跟你解脫 解脫跟生死這兩個種子 一開始就有 無時時來見 一切法等於 有此有生死及涅槃症等 它是告訴你這兩個是本來就有的 但是如來這樣告訴你 它也是本來有 它也是本來有 但是它不是你本來的 你本來的只有清淨的自信 這些是外父的 但是外父的也是一開始就有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都是就會講 無死無名 那麼佛法裡面並不去追查 就是說它追查在整個因 但是這個無名 就是這個我見到底怎麼來 那為什麼我見一開始就有 甚至有些就追查到 解脫怎麼可能 那是不是也是一開始就有 就是最初了 好 那這裡最主要的其實就是在找那個 關鍵點 關鍵點就是我見我愛 所以一定最後不管你關什麼 一定關到一定要關到什麼 重點是關 如果你沒有透過關 那麼你就不可能得解脫 那麼關是向解脫的關 就是說你是一以智慧向解脫的 那麼這種關一定要是 最終不管你從哪一個地方關 不管你關呼吸 不管你關佛 關佛像 關白豪 然後還是關無常 一定要 最後一定是無我 如果沒有那就不可能得解脫 那像大聖經 它就直接關 夢幻泡影露殿 那也是這樣 其實它也好種批語 像《波羅經》裡面大概有 十幾種批語 像這種海事聖樓也是其中的一種 夢幻泡影露殿 潛達波城 反正還多了 講得更多 然後露水 就是《金剛經》裡面 羅史的只翻六種而已 夢幻泡影露殿 如果懸賬就翻十種 那《波羅經》裡面 你就把它收集起來超過 那麼其實這個都是一以像這部經 這五韻 巨墨 水泡 陽燕 芭蕉這樣 其實只是那個時候印度常見的一些虛幻不實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不真實 這個不真實 像香蕉 芭蕉這種 熱帶才有 如果你在歐洲 它絕對不會用香蕉來比喻 因為看都沒看過 你不容易了解那個芭蕉 當時在熱帶像印度 像台灣 像其他熱帶地區 那麼芭蕉就很容易拿來比喻 就是他們常見的 一看就知道沒有實在 那來做比喻 所以在這裡講 無死不堅固 無有我 我所 基本上就是無我 無我所 那麼你如果重點是無我 沒有無我 你就不能得解脫 因為我見識生死的根本 所以無我就是解脫的關鍵 重點就是在這裡而已 那你說為什麼一定要解脫 那因為有苦你才要解脫 如果生跟死之中沒有苦 那幹嘛要解脫 不需要解脫 就是有病才要看醫生嘛 而且這個病會造成你不安 不舒服 你才要看醫生嘛 那如果我有病 可是這個病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我也不需要看醫生了 真的啊 有些病影響都不大 那我就不用看醫生 那麼問題是這些病 雖然暫時沒影響 但是以後影響會很大 那麼或是說現在就有影響 不然為什麼生到天上裡面 到天以上的就不容易解脫 因為他不太容易關苦 不太容易這樣關 那麼你到了飛翔飛翔 這個無色界裡面更難了 所以你看那個三國的聖者 頂多到社舊今天 他沒有到無色界的 無色界他沒辦法做關 他沒辦法關 那三二道也關不起來 太苦了關不起來 那麼天上還可以 你說三國的聖者 他既然可以正三國 他為什麼不到飛翔飛翔 但空無邊、四無邊、無所有處裡面 然後升到那邊解脫 因為他有定啊 如果有定的話 他為什麼不升到那裡去 等到那邊沒辦法解脫 所以到他社界裡面 他的關還可以 到無色界指定的力量強 關的力量就弱了 那在欲界的話 在欲界的話 定的力量弱也不容易 但是還是可以 也還可以 但是也不容易 所以他要注重到這個關的力量 那關一定是 最後一定是關到無我 你可以不用無常直接關無我 但是一般不容易 所以通常都是透過無常關無我 那麼無常也不容易 就從苦關無常 或是直接從苦關無我 所以這個後面講 無常、苦、空、非我 無常、苦、空、無我 也是一種 那這是一個次第 那如果再沒有 你怎麼樣關苦關不來 你就是關 如病如庸、如刺如殺 那你就知道真的苦 那其實他就是 反覆不管從哪一個角度 他就是要 那重點是無我 後面還是無我 後面還是無我 關身不盡、關受是苦、關心無常 後面還是無我 一樣是無我 好 那大聖的修法比較說是 你發行不為自己 就是為眾生不為自己 那麼你天天都是不為自己 天天都不為自己 做什麼事都不為自己 修行也是為眾生 久了久了你那種我見就淡保 他是從這邊入手的 所以他是從我見直接入手 那像一般的修法是從我愛直接入手 先離遇 離這些你所愛的東西 五遇嘛 五遇是我所愛的 所以先離遇 叫做離遇清淨 然後藉由修定 然後觀察這個我的不死 那麼大聖比較偏重於 就是直接離見 離我見 直接說無我 但是因為大聖經典裡面 還有牽涉到跟部派 因為部派 所以卻有部主要講 一切法 就是人是無我 但是法有我 所以後來波羅經 跟很多大聖經 都著重在發揮 法無我這一塊 阿含經裡面 其實它就是人無我 人無我就是法無我 法無我就是人無我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它其實是這樣 但大聖經典是經過部派這個階段 阿含經沒有 阿含經之後 我們說這個叫做原始佛教 之後是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有所謂的人無我 法有我這一塊 所以叫做大聖佛法的時候 要回歸到阿含的本意 原始佛教的本意的時候 要把法無我這一塊處理好 所以變成人空法空 就講空 基本上就講空 空包括人無我法無我 才會有這樣的觀念 好 那所以無有堅 無死不堅固 無有我我所 與此苦因生 大致分別說 那麼對於這個苦因生 那其實就是五運生 那五運生就是苦 所以常常講世間是苦 世間是苦指的就是五運生 有情的五運生是苦 那麼五運是針對 五運是針對我們人特別來說的 其他的眾生不一定有五運 無社界眾生不一定有五運 那麼佛法是依人而說 那麼人是比較容易得解脫的 其他的眾生就不容易 那所以從人裡面去修行是比較容易的 那天上天人也不容易 因為天人比較不苦 不苦的話 而且他的五運享受比較強 他的慾樂 慾樂比較重 那你說比如說我們人 有慾灘色灘無色灘 那重點在慾灘 因為色灘無色灘還沒有 要到色界就色灘 無色界就無色灘 但是你慾灘斷掉的話 你也很可能 因為他經過禪地 然後再斷色灘無色灘 他整個得解脫了 但是你如果在這個慾界天 或在色界天的話 或是在無色界天的話 那麼他慾灘也不一定斷掉 他只是扶住 他沒有斷掉 他扶住而已 那扶住了他有沒有可能得解脫 那麼無色界跟色界是比較難 那麼慾界其實也是可以 天人有沒有可能在天上修行得解脫 應該也是有 但是就不容易就是了 就比較難就是了 那這以此苦因生 就是五運生 五運是苦的這個苦因生 那我們說這個一般都翻著五運 那麼這裡都是翻五運的 那玄奘的話就翻五運 舊姆勒羅斯的話就翻五重 那都是其實都是翻色受想形式 好 那以此苦因生 強調這個五運生是苦 大致分別說 大致也是指佛 前面的律種姓也是指佛 那麼大致也是佛 那這裡 離於三法者身為臣器物 受暖及諸事 離此於身分 勇氣秋總間 如目無事想 這裡是一句 就分別說 說什麼呢 離於三法者身為臣器物 就是這個身 我們這個身心 這個五運 這個五運生 這個身是指這個五運生 不單單是這個色受想形式的色身 不是 因為前面就講五運 那五運 以此苦因生 就是這個五運生是苦的 那麼所以 你這個五運生只要 它之所以存在是 有三法支持 它才存在 有感受啦 有想法 這些種種的 有身體 那麼如果這個三法不見了 那麼這個五運生就沒有了 這個身是指五運生 就是 就成為器物 就是 就是人 活著的時候叫做人 死的時候就不叫做人 那叫什麼 當然有沒有叫死人 或叫屍體 它就不是人了 它就 跟我們一般的人不一樣 它就準備就是化掉啦 或是埋掉啦 幹嘛啦 那所以 哪三種呢 受暖事 一般講就是受暖事 受就是受命 我們叫命根 沒有人命 這個人就死了 一般講 包括說沒有福報 福報禁 及受禁 這兩種都會死 那麼福報禁 受就跟 雖然還沒禁 但也會死 那也跟著禁 那麼受命禁 福報還沒禁 那麼也會死 那除非福報非常大 可以轉成受命 福報如果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是可以轉為受命的 所以你損福損得很厲害 比如說做了非常缺德的事 就損福損得很厲害 那麼他就會折受 所以一般的人 常常會罵那些很缺的人 跟著要求要求 就是會折受 大概就是這樣 那真的就是這樣 那麼受暖 就是你要有溫度 那麼你有瘦 你有瘦 那麼通常就是這個人死還沒死 就是他的這個武運沒有在運作 就是他的身心血液有沒有流動 那麼有的話他身體就會有溫度 因為我們是很溫的動物 那不是像有一些動物 他就是 他可以類似像進入冬眠 都沒有溫度 像有一些魚 有一個魚叫廢魚 那麼他離開了非常乾 好幾年他也不會死 那哪一天下雨遇到水 他又活了又出來了 那麼我們人不是這樣 我們針對我們人說的 有些就是被冷凍起來 完全沒溫度了 你看他像死掉了 你把他放到水裡面 放到熱水裡面 稍微溫了 他又活起來了 但我們不是 我們是很溫動物 就是說你失去的溫度 失溫 你失去的溫度 你就死掉了 就沒有辦法了 當然現在有一些人就是人死了 然後就把他冷凍起來 那看哪一天科技發達 會不會再活起來 現在也有這樣子的 那有沒有可能呢 那就算有可能 那他這個意識 這一段期間 他回來的 就算他又活過來 那回來的是不是原來那個人呢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問題 受暖 暖就是溫度 就是看他有沒有溫度 如果還有就還有 那還有事 有沒有意識 意識離開了 那麼受命也尽了 那麼這個人也死了 那一般就是受冷死了 那佛教在看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就是這個醫學界就不一樣 他對死亡的定義 一般就是沒有溫度沒有呼吸 一般是這樣 所以早期的人要判斷一個人有沒有死 第一個 看他心臟有沒有跳 聽他心臟有沒有跳 那看他有沒有溫度 看他有沒有呼吸 大概用這樣來判斷 後來醫學界有另外的判斷法 所謂的腦死 腦部沒有運作就腦死了 這個人基本上已經死亡了 雖然還有溫度 還有呼吸 那一般就判斷腦死 但是這個佛教裡面死亡 死亡的定義就是受暖死不再 那就是死亡 那麼沒有了受暖死 就離此離了受暖死 其他的你的這些身體 不管是什麼樣 這五蕴就勇氣秋種 就死掉了 死掉了就拿去哪裡 拿去森林裡面 秋種其實是中國的說法 印度人沒有在買的 因為秋種就是我們的墳墓 蓋起來 因為我們墳墓就像一個小山丘 一個饅頭 那個紅樓墓裡面叫做土饅頭 那他說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去一個土饅頭 到最後還是死 就算你家大業大 我以前讀紅樓夢 有時候會被這些 我們都說金句 那這個就是秋 秋種 種就是墳墓 但是印度人其實沒有墳墓 因為我們的死亡的處理方法 都是買起來 而且我們尊重屍體 那麼要用一個棺材 那這個是從孔子那個時代 就開始都這樣了 之前都這樣了 那麼非常尊重 我們叫做後葬的思想 然後就是還有分 那麼你的官位 你的階級 那麼你要用多少尺的官 多少尺的鍋 就棺材蓋起來 那品位越高 就是你的地位 你越是貴族的或是國王的 你那個棺材就不一樣 甚至有一點就是 好像要把屍體一直保存下來 那因為 因為中國的觀念是人死了 那還在地底下 叫做九泉之下 一樣生活的 所以保持那個身體 那印度的觀念不是這樣 印度的觀念是死了 然後就輪回了 所以它就是到另外一個地方輪回了 那中國是仁慈了 它依然是這個身體 只是轉化成另外一種形質 但是身體還是 還是在過另外一種生活 地底下的生活 九泉之下 那麼好一點的就是到天上 就是這樣過生活 所以 因為觀念不一樣 所以處理屍體的方法就不一樣 那你像那個埃及那個法老王 都還要保存著 用各種方法把這個屍體保存著 那就不一樣 那印度沒有 印度因為有輪回的思想 輪回的思想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大概只出現在印度 中國都沒有 西方也沒有 歐洲沒有 非洲也沒有 他們當然就是一般的 像大多數原住民部落的思想 就是死了 它有所謂的靈 就像我們這邊的原住民一樣 有主靈 死了就做鬼 好一點的就做神 再好一點的就做天 大概就是這個列程 它沒有所謂的六道輪回的思想 輪回的思想只有在印度有 那因為有輪回的思想 這個身體 它只是暫時借住的房子 類似像這樣而已 它沒有那麼大的價值 除非你贈了阿羅漢 那麼為了給 或是修行很好 在佛陀還沒出生以前 印度人就有這種觀念 這個人在身很好 為了給後人的紀念 了解他的這個行為 還是這種道德 給後人影響 所以會把他的骨頭 留下來 我們叫做舍利 建塔 有建塔 那麼來紀念這個人 由於紀念這個人 影響後代的人跟他學習 所以才有塔的概念 那一般的人是沒有塔的 一般人是不用塔的 不過後來就影響一般的人也都蓋塔 像在泰國也是一樣 一般的佛教主也是用一個塔 小塔的而已 不過在印度是那種有修行的 或是有德行的人才蓋塔 那中國是建祠 祠堂 建祠紀念它 蓋一個像房子比較大的給它住 建祠 就是它好像住在那裡一樣 那不一樣 那秋種我們說秋種是墳墓 那這個是中國的 它是順應中國的民情藩的 那印度人處理屍體上就是兩種而已 一種叫做火葬 一種叫天葬 天葬的意思不是像西葬那種天葬 西葬那種天葬 因為他們沒有很多動物 那麼很寒冷的地方大概能夠吃的大概只有凸鷹 所以他們處理之後把肉割掉 把骨頭敲碎給凸鷹吃 那也必須要這樣 不然那個很寒冷的地方 屍體不能化 那你久而久之就到處都屍體了 因為它不容易 不容易什麼樣 不容易自動腐化掉 或是被動物吃掉 沒有嘛 那你如果死了你沒有這樣處理 你會到處都有屍體 那個要買就不容易買 因為那個都是石頭 西藏都是 可以種地的土地都不多 哪有可能埋屍體 你想就知道 所以這個 依它的地獄風情不同 又發展出不同 那印度基本上就是天葬 天葬就是死了 用草席或用木板搬著 放到森林裡面 讓它自動腐爛 然後給動物吃來給什麼 我現在都沒有用了嘛 就丟棄了啦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才會有發展那種不靜觀 比丘都住在 我們叫做這個森林裡面都放屍體的 就放屍體裡面觀察 有剛死的人 有死了五天的人 有死了十天的人 有死了一個月的人 有死了變成白骨的人 它就可以一直這樣觀察 一直這樣做不靜觀 然後做無常觀 其實是這樣的 那一般來講 叫做屍陀林 那秋種是中國式的說法 那就是放屍體的森林 叫做屍陀林 就永遠丟在 永遠丟在森林裡面 那這個秋種 我們誤會就是墳墓 那其實它是墳墓的說法 但是中國沒有這樣 中國覺得你把屍體 曝斯荒野 印度講清楚的就是曝斯荒野 屍體就放在森林裡面 我們叫曝斯荒野 那一個人曝斯荒野 那是很殘忍的 對中國來講 那是很殘忍的 你怎麼把你的祖先 你的誰 放在森林裡面 給動物吃怎麼樣 他一定要把它埋起來 避免被動物吃掉 避免被動物破壞掉 一定是這樣 那因為他尊重屍體的概念 就算有破損了 有些人還會把它補好 都把它補好 然後才放到棺木裡面 那麼 因為 我們的觀念認為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台灣也是這樣 就是稱禍死得難看的 它一樣要補好 補得美美的 因為他會覺得你如果這樣死 你以後做鬼 也是這樣難看 破碎 他會這樣覺得 那其實印度人就沒有這種概念 這是天葬 一個就是火葬 火葬基本上都是比較有錢人才會火葬 因為要會很多木材來燒 我們現在是有電的 一推進去 沒有多久白骨就出來了 也不是沒多久 好像也要燒一個小時喔 一個小時嗎 那還要看你的體重 那一般都要燒一個小時 那進去出來就剩下一堆白骨 你就把它磨成粉 大概就一個保特瓶不到 真的是這樣 那其實人就是這樣 人咧?人去哪裡? 沒有去哪裡? 沒有去哪裡? 手軟是沒有 他就投胎去了 投胎去了 不過佛教徒 佛教徒基本上還是會認為 人死了 他就做鬼 七天就回來看你一次 有很多會這麼認為 其實不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大部分死了都是投胎 不過很多佛教徒 都會把中陰生跟鬼 結合在一起 那麼死了如果去投胎的話 做鬼只是看他的業 只是六道中的一道 大部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中陰生 一般來講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 對於中陰生好像習慣了 就覺得死了一定有中陰生 其實不是的 像很多佛教徒到現在還是 比如說有家屬往生 他還是怎麼樣 他還是所謂做七 然後要拜 要拜飯 拜菜 就想這樣 那麼如果是中陰生的話 其實他是不吃這種東西的 中陰生不用吃的 鬼要 但中陰生其實不需要 如果他是中陰生的狀態 他其實不需要吃 但是鬼就要 但是大部分的人會認為他是 就是死了就做鬼 還是根深底固 死了就做鬼 那鬼就要吃 所以就要拜 而且一般來講 如果真的是做餓鬼也不用吃 你給他吃他也吃不到 因為他吃不進去 他的業力的因素 後來佛教有一種方法就是 你很久就念咒 所以 念咒讓他 假設你變成那一種厌口鬼 厌口鬼 因為有三種鬼 真的是吃不下的 吃的也不是飯 老實講 如果你做鬼道 也不一定是吃飯 我們的飯菜 不一定的 做鬼有很多種 但是現在的佛教就變成是說 他把這些觀念都結合起來 第一個 人死了 終生的階段就是鬼 那麼鬼就是吃不下 所以他要拜 所以任何 我現在看 不管是任何人 佛教徒 佛教徒 死了之後一定都做三十信念 基本上 很多人一定都做三十信念 那三十信念 基本上一定裡面 包括你那個往生的佛事裡面也有 就一定會念那個 開咽喉咒 甘露水咒 反正就是 你吃不下嗎 我念開咽喉 讓你喉嚨開 那大家會來跟你搶嗎 我念了咒讓大家都不搶嗎 讓你吞得下 反正像這樣 那這個就變成什麼呢 先假設他 第一個 先假設他做鬼 第二個 假設他做餓鬼 厌口鬼 吃不下嗎 所以 不管你是不是 反正我就 這一套 從頭念到尾就是什麼 就開始念咒的時候 然後就開咽喉 乾露水 反正就像這樣 然後就開始變 因為你吃不到嗎 我這些飯不夠你吃嗎 你也很餓嗎 所以我就變很多 讓你吃到飽嗎 可是這種觀念 其實不是佛教的觀念 我們所有的佛教徒 也不是所有 多數的佛教徒都這樣做 但是有些人其實也不曉得那個道理 反正就變成一種習俗 有長輩又是有人死了 他就請法師來念這一套 因為我也去參加過好幾次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念完了之後 但是我每次在念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有塔位的概念 人死了 大部分的佛教徒 應該也不只是佛教徒 大部分都是放塔位的 因為現在要放墳墓 大部分也沒有 因為土地沒有那麼多了 已經放墳墓的 除非你鄉下還有 大部分都敬塔 即使佛教徒也是一樣 就敬塔 敬塔的思想其實也不是佛教的思想 佛教有塔沒有錯 那個是塔我們剛才說過 那個是有修行的人 為了讓後代紀念他 但是我們的塔位變成是 就是他的房子 他以後住的地方 就一個人一間 小小間的 大概平常大概都是 比如說台幣30萬到50萬 這是一般的 塔位有的還有更便宜的 那如果是公家的可能就更便宜 有一些不要錢了 那貴的好一點的 貴的也有一百多萬的 好 那個鑽石最貴 地坪最貴的 那不到一坪啊 那個塔位都不到一坪 那所以 但是這個觀念也不是佛教的觀念 那塔位比如說有進塔的儀式 那還要看風水 這個地方好不好 是不是靠近菩薩旁邊 空氣好不好 是不是 是不是常常有人來誦經 常常有人來祭拜 不會惡道 不會無聊 反正就這樣 那這種觀念就變成 你死了 進了塔 就變成住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佛教的概念 但是佛教徒才會做的 但又不是佛所教的 其實不是 印度人也沒有這樣的 印度人也沒有這樣的 那甚至後來 後來衍生到動物 因為現在人很愛動物嘛 家裡有貓 有狗 有兔子 死了也是一樣 也是念經 也是禁塔 也是蓋往生背 那不是很奇怪 那包括說 你看這兩個也是衝突的概念 你一方面把它當鬼 一方面又把它不當作鬼 一方面 蓋往生背 你一般佛式都是 念阿彌陀經 三十七年也是嗎 叫他要往生極樂世界嗎 是不是 但是你既然叫他往生極樂世界 又跟他蓋往生背 那你又叫他好好住在這裡 好好修行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進塔就是這樣嗎 包括你家的動物也一樣 那奇怪 那這個就是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 這兩種衝突的概念 你可以放在一起 而且不會感到 這樣做有一點奇怪 可是 可是大家都這樣耶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說 這兩種觀念 完全是不一樣的觀念 那最常見的就是 忠孕生就是鬼 死了就做鬼 那做鬼 你一開始就跟他念 開煙喉 甘露水 那你是當他是厌口鬼 就是了 那厌口鬼你念咒 他就可以開嗎 不可能 也不可能 那只要佛陀時代都沒有厌口鬼 那麼多阿羅漢 那麼多阿羅漢 都沒有厌口鬼 不可能 你看那個阿罕經裡面 目見人 看那些厌口鬼 沒得吃 有些是吃痰的 那你給他飯吃他也不吃 他要吃痰 那你要吐痰給他吃 那你不是飯給他吃 所以 我們很多的這一種觀念 其實都不是佛法的觀念 就是慢慢慢慢衍生出來 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那這個從我們往生的佛式裡面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像蓋往生便是因為他往生的嗎 但是其實你 你一開始是設定他不會往生 而且一開始就設定他會是做鬼 而是做那種沒有念咒他就吃不到的鬼 反正就是這樣 那這個不是很奇怪 然後你又祝願他能夠往生 上平上生 那其實 其實 其實你又把他當作鬼 那這種兩種觀念其實是很衝突的概念 那你說 那到底我們如果有親人往生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那其實 我們看 如果我們看阿罕經裡面 那一些佛教徒的佛教徒甚至釋迦摩尼佛往生 然後釋迦摩尼佛的弟子 他的親人往生 他們到底都怎麼做 那其實最適當的大概就是說 你基本上 因為人死了就死了就隨夜去了 那麼中陰生的階段它有可能變化 但大部分是沒有中陰生的 就像地下經講的 有中陰生的是那種善惡業不定的 他到底要到哪一道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像做厭口鬼這種 也沒有中陰生的 因為那個就是惡業很重 他會直接下去的 那如果你要往生 那個也是善惡業很重 直接去的 升天啊或升淨土 他都直接去的 他也沒有中陰生的 那麼有中陰生的就是 他的善惡業 在鬼道 在人道 在畜生道之間 也許他業都差不多差不多 那善惡還不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給他一點善 他就到善 那你給他並不是你真的給他的 而是你這樣做 你布施他隨你歡喜 你拿我的錢布施 或是你幫我誦經 我清楚一點 他也跟著誦 念佛他跟著念 這個時候他的善心多一點 那這個時候他善多一點 就往善這一邊去了 七眼上是這樣 佛教裡面講就是 最多四十九天有中陰生的階段 最多啦 但是一般的人不會到四十九天 善惡不定 如果你連續給他做了七天的善事 那麼他還善惡不定 那哪裡是 那不是他善缺很多啦 所以最慢最慢是四十九天 所以才會有做七的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後來的人又覺得沒有那麼多天可以做 所以第一天做頭七 第二天做二七 那個又跟做七的觀念不一樣 但是他又為了要 為了要符合這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有很多人其實不了解道理 那就是跟著做啦 跟著做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麼做有什麼道理 其實都不知道 那就很麻煩 那這些事我們就講到這裡 講到死亡就順便講 那印度人基本上就是丟掉了 就屍體就丟掉了 那好一點的就是火化 然後撿取那個舍利 像佛陀那個舍利就撿掉了 那撿了做什麼 讓人家做紀念 懷念佛陀 對佛陀懷念 遵守他的德行 因為你懷念他 他就影響你了 想起佛陀說什麼話 佛陀都是怎麼做 佛陀怎麼樣的慈悲 怎麼樣的有智慧 怎麼樣的精進 怎麼樣的忍辱 那他就會影響你啊 因為他是你的模範 藉由這個骨頭 藉由這個骨頭想到這個人 想到這個人 想到這個人的德行 那麼想到這個人的德行 影響我們跟他學習 他其實是這種觀念 後來就慢慢發展成 這個單單逛陽佛陀的舍利 就有多大多大的功德 不是 功德不是從舍利生出來的 功德是因為你對這個人的懷念 那麼他的德行影響你 也生起善法 從這邊生出來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 因為只要供養佛陀的舍利就有功德 而且佛陀的舍利會生 就開始有所謂的舍利咒 讓他生很多 就表示你功德大 後來就變成這樣了 那麼你想想這個舍利 這個佛陀滅後 八王在爭舍利 那為了爭舍利 為了搶功德要打仗 大家各派兵來搶 那你想真的打起來 真的打起來 你殺了人 你把這些人打敗了 殺了很多人 把那個舍利拿回去供 真的有功德嗎 沒有啊 你造業啊 可是不會想到這樣耶 那這個也是 我們像點燈也是這樣 每次過年那個什麼龍山是在點燈 為了點燈就要打架 你真的會有光明嗎 那這種是很奇怪的觀念 但是怎麼沒有人想到呢 很奇怪 我們先下課好了